哈囉,大家好,我是星星 韓國在歷史電影的選彩及拍攝上算是很敢拍 還原程度也很高 好看的電影相當的多 今天我就先挑三部推薦給大家 第一部是軍艦島 軍艦島就是位在日本長期外海的端島 島嶼的外型很像軍艦 所以又被稱作軍艦島 因為在海底有發現煤礦 二戰期間日本就大量引進朝鮮 以及中國的勞工前往挖礦 電影軍艦島就是根據這個真實情況 所創造的虛構故事 韓國影帝黃準明飾演一個樂隊團長 當時朝鮮正處於日治時期 他為了讓女兒有更好的生活 打算帶著女兒以及樂隊去日本發展 結果卻被騙到了軍艦島 蘇智謝飾演的中路流氓也同樣被騙到軍艦島 而宋仲基所演的韓國光復軍軍官蒲武英 則是為了解救被帶到軍艦島的韓國光復領袖尹學哲 而自願登上軍艦島 他們住在島上破爛潮濕的地下室 吃著收掉的食物 在日本人已經親日的韓國人監督下 每天跟著其他人到1000公尺的地下挖礦 日本人承諾會給所有的礦工豐厚的薪水以及退休金 但是從來沒有人領到一毛錢過 被騙到島上的男人送去當礦工 被騙到島上的女人則是被送到了妓院 服飾駐紮在軍艦島的日本軍人以及商人們 生活已經夠苦了 後來他們還發現 大家信賴的領袖尹學哲竟然是日本人的走狗 想要聯合日本人殺死所有的礦工 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大家決定團結起來逃出軍艦島 其實通常我不太會看這種很明顯的悲劇事件 覺得看完心情會非常的沉重 還記得當時是七夕情人節去看了這部電影 走出電影因為我完全不想說話 整個都沒有過節的心情了 但是呢還是很推薦大家去看看 就可以知道戰爭有多可怕 自由是多難能可貴 第二部則是國際市場 國際市場是韓國飲食最賣座的第四名 電影的主角也是剛剛提到的韓國營地黃準明 我個人呢很喜歡他 他長得不是特別帥 就和一般市井小明一樣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更能讓我們帶入相同的情感 他的電影常常都很催人熱淚 大推 在國際市場中呢 他飾演尹德書 原先和家人一同住在現在北韓的閒境道 當時因為韓戰爆發 一家人跟著美軍往南邊撤退 在登上美軍救援船時 身為長子的他背著大妹 但是大妹卻意外被人扯下船 父親只好回頭去找女兒 臨走前父親告訴德書 在爸爸回來前你就是一家之主要好好照顧媽媽 弟弟和小妹 但是爸爸再也沒有登上船了 他們一家四口到了釜山的國際市場投靠開雜貨店的姑姑 為了遵守對父親的承諾 小小年紀的德書就放棄了學業 幫人擦皮鞋賺錢 後來弟弟考上首爾大學 需要更多的錢 他便自願去西德當礦工 好不容易生活穩定給家裡買了大房子 他回到韓國娶妻生子 準備完成自己的夢想當船長 但是妹妹卻因為要結婚沒有嫁妝和母親大吵 再加上姑姑過世 姑丈想要賣掉姑姑的雜貨店 德書就想要頂下雜貨店 於是身為長子的他再度負擔起責任 到越南打越戰賺錢 雖然在越南他瘸了一條腿 但終於賺夠錢讓妹妹出嫁 也頂下姑姑的雜貨店 後來還透過韓國的巡人節目 找到了被送養到美國的小妹 不過漸漸年邁的德書不顧家人的反對 一直守著不賺錢的雜貨店 原來是因為當年他父親下船前 曾和他約定要在姑姑的雜貨店碰面 而德書一時想要當船長的夢想 也是因為可以掌握開船的時間 這樣就可以等到爸爸上船了才開船 其實整部電影並沒有太大的高潮疊起 只是圍繞在一個小人物的一生 不過從這個小人物 我們除了可以看到韓國半世紀的歷史 也藉由這個小人物讓我們深思 他的一生幾乎只為了家人存在 沒有為自己活過 這究竟是長子的責任還是壓力 最後一部片是一部紀錄片 我來自平壤我想回北韓 我們聽過很多脫北者的故事 也看過很多北韓政府壓榨人民的影片 但這部紀錄片相當特別 是一位住在南韓的北韓女子金蓮熙 拼命想回到北韓的故事 金蓮熙來自平壤 是北韓的上層階級 她的丈夫是一名醫生 兩人育有一個女兒 金蓮熙為罹患肝病 在北韓住院半年都治不好 她聽說中國的醫療比較進步 便決定前往中國看病 據她自己的說法 她以為共產國家的醫療都是免費的 沒想到在中國看病竟然要錢 錢不夠的她只好去餐廳打工 又碰套了錢客來遊說 去韓國的錢更好賺 她便想好那就去韓國半年 賺夠醫藥費就回北韓 起之一到了南韓 她就被迫成為韓國公民 也同時失去了北韓的身份 她就被困在韓國無法回家 在影片中呈現了她對女兒 以及年脈父親的思念 偶爾能通上電話時 兩邊都是氣不成聲 她的女兒也一定會詢問 媽媽你什麼時候回來 而金蓮熙也總是回答 明年最晚明年 但事實上她試過了各種方法 陳情訴諸媒體求助人權團體 甚至還說自己是北韓間諜 希望南韓將她遣返 但是都未能成功 還因為她間諜的身份 被韓國政府嚴格控管禁止出境 她後來還到了越南大使館 尋求政治庇護也沒能成功 隨著韓國新總統文在寅上台 和北韓漸漸恢復良好關係 金蓮熙又燃起了一絲回家的希望 這不因為是紀錄片沒有華麗的場面 起伏的劇情 只是一位北韓婦女在韓國 努力養活自己 並尋求回家機會的故事 因為我們比較常看到脫北者的想法 卻沒有聽過想回到北韓的另一種觀點 其實蠻多到了韓國的脫北者 因為受到社會排擠都後悔選擇脫北 但卻無法回到北韓 這部影片讓我們有機會 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看南北韓的關係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